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2月第二周的韩版更新内容 那本周因为遇到了情人节 所以有许多情人节相关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活动是充满甜美的巧克力 兔女郎的宝箱 活动时间为2月14号到2月21号 它在地图上面会出现一个新的副本 里面就直接打宝箱就好了 那奖励会有经验值 然后变身硬币兔女郎的巧克力箱子 里面的最大奖应该是底下这个蓝色圣物巧克力盒 基本上这个应该也是分身流必刷的活动之一 第二个活动是纪念情人节特别放送 2月14号的礼拜三上午10点 会寄情人节的纪念盒到你们的信箱里面 信箱里面会有情人节巧克力活动的三个 还有一包小包的综合卡片箱 好,再来一个新增圣物巧克力箱子 这个在台版的圣物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了蓝色圣物 第四个这是重点之一啦 新增觉醒圣物收藏 哇,非常多 各个圣物觉醒都加入了收藏品 这个头破血流啦 因为圣物本身合成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还要觉醒啊 那加油吧 好,再来看一下韩版的本周周末制作 只有一个地方做变动 就是以往的1万颗龙钻箱子 变成了综合龙钻选择箱 它里面可以选择1万颗一般龙钻 或者是2000颗高级龙钻 又或者是500个龙之圣水 好,再来看本周的个人周次制作内容 它有情人节的特别套餐 还有圣物卡巧克力箱子 英雄技能选择箱 好,我们看一下情人节特别套餐 这个制作道具里面有一个综合卡包代币 然后一张特别圣物抽卡券情人节 三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还有一个情人节代币 本周的个人周末制作有 加5龙之水晶选择箱 加5闪亮的成长手环 还有克里斯的圣物补给箱 这个克里斯圣物补给箱里面的内容物 就是三个神秘的稀有圣物卡 还有五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再来中间更换的组合包里面 只有这一个帕拉格里欧的特别祝福盒 它里面新增了神秘抽卡包选择箱 还有特殊的圣物抽卡券 蓝钻包里面做了一个新的调整 卡包凭证改成了闪亮的综合卡片令牌盒 闪亮的综合卡片令牌 打开之后可以随机获得 1到50个综合卡片抽卡包代币 那这个代币的功能 我们等到之后 韩版更新再来看一下 它是做什么用的 这一周可以制作的东西 有一个特殊在这边 8个代币可以兑换一个 新的魔法娃娃卡 红色兽人 好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拜拜